大家好,我是袁某人 LPL春季赛的常规赛已经圆满落幕了 那么各队的粉丝们对于你们支持的主队成绩是否满意呢? 而我们LPL季后赛可能存在怎样的爆点? 今天就让我二次春学家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到季后赛这个阶段 各支队伍的理解和可能存在的变数 那盘点开始之前 推荐大家先观看我上一期的季后赛前瞻 里面有我对版本的思考 虽然数据上有些滞后 但对于其中四支队伍的分析还是没有啥问题的 这期我会补充一部分上期内容的后续与剩余四支队伍的分析 我把上一期评级里没有进入季后赛的剔除掉后 我们继续去细化这个排名 然后我再次强调一遍 我的评级不是完全按战级或者胜负关系评的 而是我个人基于他们的表现 按BO5里的竞争力进行了评级 首先我把之前的S级进行了细化 增加了S加 这个档次在我看来属于BO5里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 主要是这两支队伍的阵容深度很足 IG有上路射手体系 而京东有打野射手体系 尤其是IG在面对李宁中的两把上路卡丽斯塔的表现 确实有点让人头皮发麻 也印证了我之前说的 IG的阴间班pick是最折磨人的 而京东自从迎接了上流上单zoom回归后 整个队伍都从上流变成了顶流 热智时 今年春季赛的常规赛里 Zoom一场未败 所以我将这两队放到了S加这个档次 同时我将涛博升上了S级 之前那期我只把涛博放在了A级 主要是开始写稿的时候水子哥还没上过场 就没把水子考虑进去 那么在2比0方普拉时候 把完全体桃博放在S级 大家应该不会有太多意义了 过去的桃博成绩也还行 但竞争力确实差了一点 我在关于Karsa的个人分析里也有提过 当时我并不看好Karsa加入桃博 原因是桃博这个战队缺乏的是指挥 而Karsa这名选手并不是一个很擅长指挥的大野 他是一个优秀的执行者 但指挥能力还有待加强 而同时左手也是同样如此 这讲话跟听力考试一样怎么指挥嘛 两个腼腆害羞的选手凑在一起 那就是双倍的腼腆 所以桃博过去是没有逆风局的说法 队伍缺乏任性 而且Fotick确实还比较年轻 许多时候被针对就非常难发挥 这样就让左手的担子特别重 这样的情况下给桃博的容错率就很低 Fotick在水子哥来到之前 以14.6的城商占比占据ADC的投名 许多队伍在面对桃博时 团战都会选择先处理AD 所以水子哥来到后的好处是什么呢 首先是指挥系统的提升 一般来说都是埋辅助来提升指挥 因为能指挥的ADC并不多 但水子哥确实是一个 ADC作为指挥是最能有效缓解团战问题的 因为ADC可以按照自己的发育情况 来进行团队调配 有时候ADC被迫在自己比较尴尬的时期 来进行团战的话 就很容易出现暴斃的情况 所以一个能够调动队员 来帮助自己创造环境的ADC 对于队伍中期的决策和团战 提升都是最明显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KASA的节奏会自然很多 KASA都懂吗 版本优等生 当他只需要做分内的事情 不用想东想西时 PIZZA就变回了KASA 所以水子哥来的场数不多 数据样本比较小 但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点端倪 长商占比15.4 直接超过FOTEC登顶ADC第一 真有很逆的啊阿锤 同时吃的跟P黄差不多的经济占比 但多达了5%的数据占比 这5%的数据占比背后的压力空间 让上中野三个人可以发挥出自己该有的水平 过去面对同等发育的TOPO双C 只需要花费30%左右的精力去处理到FOTEC 但阿锤来后 那么你就必须花费60%甚至更多的精力去解决阿锤 就像打地鼠一样 你打阿锤那左手起来 打左手阿锤起来 这种情况就像有段时间面临的卖狗战术的RNG一样 只能说是岁月不饶人啊 那所谓年轻就是团战开启瞬间 闪现拉开 然后通过治疗的小走位 扭开多因比沙皇的致命大招 那如果被沙皇推中 在控制的瞬间被套上虚弱的厄非流思 就会被FUNPLUS众人一拥而上瞬间融化 这波要是打输 FUNPLUS顺势拿下大龙 很有可能拖到沙皇装备成型 与远古龙刷新 那胜负还犹未可知 但Jackie Love的小走位直接杀死了比赛 这种就叫身价 而且Jackie Love不但为TOPO带来了运营能力 打团能力 还带来了IG最强的天赋 翻盘的嗅觉 这个概念有点玄学 等K宝的个人分析师我在细讲 这里简单举个例子 这波三人被抓 这种明显就不可能打的情况下 阿水依旧想要输出 换成别的ADC 早就直接逃跑离场了 而他还试图用身位去拉扯 想要多打一些输出 虽然死的时候显得很蠢 但这就是一种逆境的本能发挥 他直接跑 完全正常 但这种行为背后的本能 往往能在一边倒的情况下 找到那一丝翻盘的机会 因为机会是等不来的 只有在不断的找机会 不断的操作压低对方的血线 迫使对方去失误 这也是IG最擅长的 先打打起来再说 那越打双方的破绽就越多 而这正是涛博之前所欠缺的 K宝很善于收割 但并不善于把水搅浑 所以逆风时他很难有所作为 而一旦队伍各项能力都具备 那么版本优等生卡尔萨的优势 就能发挥出来了 雷达只有在有大方向的时候 才起作用 只能说这波买人真是瞌睡碰枕头 但吹了那么久 为什么我没有将击败方PLUS的涛博 直接平到S加呢 那是因为BO5与BO3是两个游戏 由于油水涛博与无水差距太大 所以很多数据不适合直接比较 只靠有限的几场比赛来判定 BO5的竞争力还是有失偏颇的 BO5力如果出现某个BP缺口 那么这样的缺陷 很容易造成巨大的连锁反应 这就得看涛博的英雄池了 那么半peak上 有可能存在怎样的辩证呢 我目前想到有两个点 首先是369的甲克斯与石头人 假如他们能够突破第二轮面对The Shire的上路射手 369很有可能成为奇招 其次是阿水的招牌德莱文 目前的四大T1射手里 德莱文都不需在无位移射手扎堆的版本里 利用德莱文的血球能力滚爆下路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唯一担心的是 辅助位无论是球球还是预言家 都还需要增强一下自己的实力 虽然这次刚磨合的队伍就击败了方PLUS 但我个人的看法是 可以期待他们的表现 但不建议给过高的期望值 赢一轮不亏 赢两轮血赚 拿了冠军耍番 那讲完涛博 我们来讲同为S级的凤凰方PLUS 方PLUS虽然总成绩不错 但粉丝应该清楚 这个赛季方PLUS并不稳定 虽然有优时候的运营依旧是LPL独一党 但可汉没有磨合进来 小天偶尔过于激进 林伟祥容易露出破绽 但好消息是 方PLUS这个队伍的根是没有出问题的 你可以理解为 Vor还是那个Vor 我来跟大家简要分析一下问题的根源 可汉 汉子哥并没有很快的融入方PLUS的体系里 金贡与可汉对于团队最大的差异 在于对于小天的保护上 而非选人 我在DoingB个人分析里 有着重给大家介绍了方PLUS的整个打法思路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回顾一下 我在这里就简述一下 方PLUS这个队伍前中期三条路 都会为小天来保驾护航 维持他的强势 而后期才会逐渐把C位交还给线上 但问题是 这个版本野区的经验太少了 打野位很难肥起来 而且一旦进攻失败那么要承担的风险会很高 所以当进攻在场上时 他会帮助小天获取更多的野区信息 来帮助小天增加判断 比如这把小天的蜘蛛在前期被入侵 没有节奏等级低 接近崩盘的情况下 中上两个人的眼就让天舒服多了 这就是线上的兜底 线上帮野区找节奏 那代价就是自己要承担被干客的风险 而可汉在这点上并没有很好的融入方PLUS 或者说要发挥可汉的优势 你就不能这样做 加之上期视频我跟大家说的 龙魂版本给予上单单带发育 打单线压制的机会并不多 所以汉子哥在一个不适合他的版本里磨合 属实有点被折磨 而目前的方PLUS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而另一个问题是 小天的状态不稳定 新的龙魂版本 让过去方PLUS的血球能力被削弱了 方PLUS是一支 前中期以野区进攻为导向的队伍 配合小天的节奏 要么入侵野区钓鱼 要么就直接跃塔 但这个版本野区的经验太少了 打野难肥 你要知道不可能每次打野出击都有成果的 波波兜转的打野那就是陆地神仙了 所以天本身的发育 天然比过去的版本要差 而同时 DW能够给予小天的帮助也减少了 这样小天带节奏的成本很高 这个版本最容易打中野联动的勒芙兰左翼 都不在DW的英雄池内 在方PLUS的版本理解里 通过小龙打视野战 最后靠龙魂打大龙团 但问题是 过去是先进行野区争夺来滚小雪球 再进行小龙争夺滚大雪球 这版本由于节奏太快 野区资源争夺的小雪球是滚不起来的 只能靠小龙滚小雪球 何况你不可能控到每条龙啊 而假如龙魂听牌的晚 方PLUS是没有办法通过大龙来进行视野战的 毕竟不可能有足够的视野 同时不控大龙和小龙 假如方PLUS前中期控不到小龙 同时小天也没节奏 方PLUS也会陷入没跌的情况 都因币这个赛季使用蓝博时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都因币开始频繁的尝试后期打合 虽然效果很不错 但这类英雄是无法帮小天打开局面的 所以小天在这个版本里 你能感觉到节奏很好的局 还是跟丝绍的野斧原动 总结就是当前版本不适合方PLUS 无论是野区还是中路的英雄池 都对方PLUS前中期的节奏核心 小天有了不小的冲击 这让他的发挥很不稳定 虽然方PLUS终结比赛的能力比过去更恐怖了 但变相的也削弱了方PLUS滚雪球 与烈士翻盘的能力 而这些问题 不是说你某个选手突然领悟就能解决的 属于临场发挥的范畴 目前方PLUS里最稳定的点还是思绍 赛季总助攻超过400位列第一 场均助攻10位列第二 思绍MVP次数少 主要是对辅助位表现的数据无法量化 气冷斗 方PLUS许多波都是靠思绍的出色发挥 在军事中撕开了对手的口子 昨天也正是靠着他的机器人 撕开了淘宝的伤口 可惜淘宝的水手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拖到后期就翻了 那刘青松稳定的发挥 同时版本也适合他 是BO5里方PLUS最值的警惕的点 目前来看他的钩子怪英雄 依旧是怪物疾病 我暂且将方PLUS放在S级 只能说方PLUS在基本攻的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上线依旧在 但下线被版本拉低了 就看战马在季后赛前这点时间 最后的调教与临场发挥了 说完方PLUS我们来说 最后一支进入季后赛的WE 虽然WE的处境跟Estar是很像的 就是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打法 这个打法在常规赛时 许多队伍会放出来跟你碰一下 试一下你的成色 问题在于适合自己打法的体系英雄 一旦被绊 开始进入拼硬实力的时候 就很容易拉胯了 WE在上马老师后 开始以马老师选志愿型中单 然后配合missing和悲伤带节奏 所以WE这个队伍的节奏很快 因为马老师选潘森加里奥 这种带动编线的节奏英雄 你顺就直接赢了 不顺输了也干脆 WE这个队伍的场军时长 仅次于V5与IG 是偏速攻节奏的队伍 而Estar恰巧相反 Estar喜欢逐渐蚕食 靠着龙魂吃下对面 是场军时长最多的队伍 所以这场BO5的看点 就集中在中野打野斧 谁的节奏更好 谁就有可能拿下比赛 那我将WE评级 从之前的B级上调至A级的原因是 他们啃下了OMG与EDG 旧梦虽然有时味挺冲的 但拿到优势后表现还不错 有点小灵魂祥的味道 如果旧梦超水平发挥 能压制住Wink 同时WE的野斧 发挥出面对OMG时 那种敢打敢拼的感觉来 那么是完全有机会啃下Estar 毕竟Estar的新打发体系 目前来看也没出啥成果 这个队伍虽然运营有一手 但假如位前期节奏起不来 那么发挥就很不稳定 而在BO5里 稳定是最重要的 由于我估计视频做出来的时候 这场BO5已经打完了 所以我就不深入去谈了 大家看结果就好 两队在BO5里能否突破自己 拿到新的打发体系 为班匹克增加筹码 是次轮面对涛博时 能否一战的关键 讲了这么多 我们停一下 放一段音乐 请大家穿上燕尾服 端起手中的高脚杯 一起来看第二支S加战队 京东的详细分析 京东神我京东魂 京东都是人上人 什么EDG RNG 都是把我们京东G打工的 今年的京东总成绩第二 12胜4负 初开开头输给凤凰外 还在中期经历了一波三连败 分别输给了EDG RNG还有涛博 上赛季卡纳维的表现 比富皇也强不到哪里去 结果这赛季 蜕变成了猛男打野 直接站在了输出型打野的顶点 分军经济369 与分军补刀6.14 排在打野的第一位 他的存在 让京东有了射手野核的选项 他砍下了分军输出 362与18.8的输出战比 均排在打野的第一位 同时伤害转化率 与KDA 仅落后于场数较少的 杰杰与Haru 场军击杀4.1 高出小乐岩3.1 整整一个头的差距 可见 Kanavi在进攻端的表现 也非常亮眼 这取决于他非常善于 打错位节奏 关于Kanavi的打野细节 我会在下期跟大家细讲 重点来讲京东的队伍结构 这个队的指挥 是上中辅三人 打野与AD更像是打手 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队伍表现出来的风格 跟他们的体重一样 非常的稳 对线稳的基础上 得益于三路都能指挥 这让他们成为 版本里资源置换最好的队伍 你经常可以看到 下路打小团战的同时 上野又会在上半区找机会 多点开花是京东拿下比赛的力气 而这个版本 Loken的表现非常好 其实Loken这个选手 在个人实力上 并不是最顶尖的 去年被早这个队线正反手教育 还历历在目 但这个版本 Loken巩固了自己本界的优点 作为韩式AD 场军死亡仅比Hope低 同时京东的上中 也同样是各位置 场军死亡最少的队伍 整支京东的总死亡 也是所有队伍里 最少稳健耐心 是他们的特点 所以想要通过击杀 来击败京东 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他们的选手都太难杀了 打京东还得靠控资源逼团 这支京东其实有点S7的WE的味道 不急躁 靠阵容特点来慢慢找机会 而京东目前的体系里 有两个值得警惕 一个是以Kanavi为进攻轴的射手野核 主打中后期团战 一个是以Loken的滑板鞋为中期支撑 Kanavi拿虾子蜘蛛暴女子类节奏型英雄 然后给牙膏拿一个后期大合的控资源体系 甚至还有塞拉斯艾克这样的法盒 配AD中单 所以京东目前的战术储备很深 这个版本也比较适合高子哥 左翼妖姬沙皇这些主流 都在他的英雄池内 同时还有中路卡尔玛压箱底 配双射手的可能性 所以决赛上IG在半pick上 最难处理的队伍就是京东了 尤其是IG的射手上路打法 Loken可以先抢滑板鞋 而牙膏也可以中单奥巴马 而纵目公爵只要扮了吸血鬼就能扛住压 假如决赛是IG打京东 那IG的半pick很难像常规赛那样赞得先机 而有了纵目公爵回归后的京东能走多远 那就取决于能否限制他们的尖刀Kanavi的临场发挥 与Loken的上限能否提升了 说完了这四支队伍 我补充一下上期我点评的队伍的一些遗留问题 诸狗的问题在表现上都是指挥不行 但根源是不一样的 就是并正相同 但并因不同 所以诸狗大战对猪对狗都是一次很好的机遇 如果能够在BO5里解决问题 那么竞争力还是有的 尤其是EDG 节节版本适应度还是很高的 它是我能将之前的EDG评级放在S级的主因 EDG的问题是指挥 对于大局观的判断不足 导致给予队伍的决策提前量不够 比如这场对IG的比赛 这把HOPE添肥 然后大家注意实践节点 19分钟 2分40秒后攻龙刷新 这波龙团IG会不会接 肯定会接 要不然EDG就听牌龙魂了 同时EDG在上一波资源置换里 给了Scott一定的发育时间 拿了三座塔 此时Scott的发育已经追赶回来了 那么这波龙龙团是一个转折点 然后HOPE在中路倾线 被Rookie阴出双招 随后丢失中一塔 这波就是非常致命的节奏点 一分钟后 龙龙团定胜负 这波的EDG是最强的 沙皇对位装备不虚 AD领先一个大剑 上单的经济 还没有被滚成10打10的装备优势 都是一剑套加散剑 而且在当前环境下 其实没有地方给Rookie打钱的 中路得让炮福补发育 单代线要留给剑魔 那我们就闭眼想一下 假如双方是全技能 进入这波团呢 两剑套加秒表 全场最肥的女枪 三个团控的EDG 想输都难 正面只要站好位置 就非常好打 如果IG放龙 那我就听牌龙魂 同样大龙不控B团 但无位移无闪的女枪 就是没有操作空间给他 直接被IG卡着这个节点 就把局势给翻了 这就差一口气 而EDG从来都差这一口气 这种关键节点前不小心 导致后续容错率骤减 最终错过强势期 就是EDG的拿手好戏 但你说怪Hope吗 这不是Rookie抓机会抓得好呀 但EDG不是第一次这样犯错了 他们已经犯了不止一个赛季 要知道S7的世界赛 怎么被小组淘汰的 就是关键节点前不小心被抓机会 导致后续容错率骤减 最终错过强势期 一个队伍一直在犯同一个毛病 那么一定不是某个选手的发挥问题 而是思想出了问题 而这种思想问题 你想通了 你就能马上进步 S级配置的优势就能发挥出来 但还是解决不了的话 那一万的名场面依旧还会在线的 而难兄难弟RNG 也是只会有问题 决策提前给的也不够 但根源又是另一个思想问题 叫做不舍 首先大家得先明白一点 目前的RNG这几名选手的英雄池里 是没有摇摆位的 IG有蓝博奥巴马瑟提 方普拉斯有建模铁男鳄鱼 京东有奥恩赛拉斯 而RNG什么都没有 虽然摇摆位是他们曾经教练风格的招牌 但没有摇摆位也不是啥致命问题 属于井上添花嘛 但问题在于没有摇摆位的情况下 你就必须在班匹克上有所取舍 三路加野区共四条路 你只能保证两路是强势的 但RNG选择四选三 不裂加一路强 那么代价就是强势路一定不够强势 所以结果就是均衡 RNG的阵容很均衡 什么都要 前中后我都沾 这是一个可行的想法 因为RNG本身兑现破局的能力就有限 不会真有人指望狼行Betty杀穿一路吧 那么小龙堡的压力就很大了 但问题是这样的阵容 跟RNG在指挥上的顽疾是冲突的 不舍 RNG是不舍的卖队友的 大家能理解吗 兄弟情 黄泉路上一起走 许多情况下RNG可以选择卖一个来保存实力 但就是不卖 这点在小龙堡身上尤为明显 但新人嘛 无法适应LPL节奏是正常的 但队伍在沟通上和止损上都存在着巨大的毛病 就是一般是买一送一 RNG超市是买一送二 甚至还能送大龙 你舍不得卖 你就亏的更多 最直观就是RNG对工具人类型英雄的使用 像Fanplus这种日常卖工具人的队伍 是非常熟练的运用队内抗压的选手 所以置换资源时看起来就很果断 但RNG完全不会使用 他们不会卖狼型的 哪怕在团队作用里只是一个工具人 事实上就是他们在决策端有无数次 卖掉工具人就赚了 但他们舍不得卖 结果炸裂 而这种思想也不是乌兹来了就能改变的 我给大家随便举个例子 S9世界赛 RNG双火龙在手 自己这边是左一加UCI的侠 上赛季了三火龙等于什么 不用我多说了吧 然后在这种情形下 同时已知 脚筒上波用了闪 然后我这边上单是有闪的铁男 RNG居然能让SKD跟他们进入拼成纪念的环节 我就觉得离谱 然后龙就被抢了 这波狼型就是不舍得去死 他就闪现弹九筒去二次元 这把游戏就赢了 比起EDG莫名其妙的差一口气 RNG是在执行的时候差一口气 所以春季赛狼型表现最好的英雄是猴子 总KDA高达54只死过一次 这种英雄就是不需要提前量的英雄 团队既可以配合猴子的入场节奏 也可以让猴子配合团队的节奏 就像石头人一样 撞人多的准没错 而像铁男这种典型的工具人 他们的胜率是零 还是那句话 决策差被翻盘 是RNG滚雪球能力缺失的表现 而这些都是源于不舍的思想在作祟 卖队友果断点磨合再好一点 大家都牺牲一下还是有救的 就是不懂物资会不会上场 如果上场加思想改变一下 我认为RNG还是依旧有竞争力的 唉这两支队伍看得急死我了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这么多了 IG和Estar上一期已经讲过了 这期就不再重复了 尤其是IG的上路射手体系 卡丽斯塔依旧是所有队伍要面临的难点 而同时Rookie在季后赛的表现 依旧是IG能否夺冠的关键因素 而目前的数据来看 Rookie已经不是吃草挤奶了 而是空腹挤血了 所以这个季后赛还是蛮有看头的 是IG的三座大山压垮一切 还是京东的人上人统治春天 亦或是凤凰涅槃水手高歌 当然不排除永远的神 重现光辉 所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之后我会看具体的街头赛情况 来决定是否做复盘或者选手分析 喜欢看比赛的观众可以关注一下我 我是袁某人 求硬币 求点赞 求收藏 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